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11月26号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强调坚决反对低俗奢靡腐朽朽的生活方式 评论人士认为孙政才的这番话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人们 在中国的官场上无人不贪无人不色没有人愿意抛弃腐败堕落 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20号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后 重庆当局就爆发连续丑闻 网称雷冠西的重庆市北备区委书记雷正复在宾馆的淫乱视频流出后不久 又传出还有另外5个淫乱视频正等待曝光 同时又报道指称重庆还有多个高官有类似的情况 雷正复淫乱视频事件的第一爆料人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向新常人表示 最初一位自称重庆公安局内部公安干警只给了他雷正复的淫乱视频 在朱瑞峰采访视频当事人雷正复后 雷正复不但不承认还排查传唤相关的知情者 因此激怒了爆料的县人和朱瑞峰 第一到北京进行公关第二在当地命令刑侦支队的警察在内部展开排查 在外部对这些这个建筑商知情人进行传唤 这时等于激怒了西门县人 西门县人说那既然这样要死就一块死吧 他就是拿出了5个视频 26号大陆的华龙网报道 孙政才在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强调 要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绪 坚决反对低俗奢靡 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旅美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建认为 孙政才的这番话揭示了中共官员 无人不贪 无人不色的现实 23号 重庆官方宣布免去雷政府的职务 并立案调查 对于刚上任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快速免去雷政府的职务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表示 孙政才即使拿下雷政府 也无法消除所有贪官 他可能会利用雷政府这个事件 官员的盈会视频的事件 去打击一些伯王留下来的势力和影响 但是他是不是能做到 所有的贪污腐败都消除 所有的贪官 淫官都抓获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权力就是贪腐来的 所以他在权力的畸形体制下面 所有的反贪官 所有的少除淫秽不化的生活方式 也是局部的表面工作 另外张建还表示 在西方国家 政府官员都是民选的 他们的行为会受到人民和舆论的监督 在中国不是 在一个国度里 你想一想 当这样一个官员 为什么他大规模的集体的变成这样子 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他们的信仰就是权力 美色 金钱 利益 这是每一个当官的共产党员 他们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 他们可以不足手段的达成一切 香港媒体曾经报道 孙政才掌管重庆好比去了炼狱 要搞好重庆 准备要掉几层皮 时事评论员刘奇坤也指出 不管谁去主政重庆 在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下没有前途 时事评论员汪北继则认为 雷政府淫乱视频事件 不止在重庆不会被扫除 将来在中国还会不断地有贪官 淫官 烂官被曝光出来 汪北继说 想根治这种现象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解体